8月的娱乐圈似乎被下了枪头,分手的明星一对接着一对,从几凌晨看亲子到马思纯梦后,再到如今的杨子秦俊杰,曾经大家都是被相信的明星甜蜜爱情,不过一瞬间就已经没了七七八八了,很多人脑里大概都忍不住,不见出N年前的一句网络老话,再也不信, 相信爱情了,前几篇媒体采放出杨子七月份,去秦俊杰剧组看班的照片,只见杨子坐在秦俊杰的膝盖上,两人的举止十分亲密,没想到不过数据就分手了,不过情侣分分合合总是正常,大家只会遗憾可可惜,这次情侣分手最古怪的便是其中多了一个电脑人员,张雪莹,本来分手这个是没有张雪莹啥事的, 但是,耐不住人家自己先辟调,毕秦俊杰工作室,还要早四个多小时发出声明,这就由不得大家不发散思维了,于是大家就去挖甘雪莹和秦俊杰在泡沫之下下的相处瞬间,发现的确是一点多多啊,前方撒娇高能,被战斗人员情愿离战场, 在不是拍戏的情况下,秦俊杰亲密的为将雪莹吃了一口饼,而将雪莹也并没有拒绝或者自己接过饼必选的吃,反而投向前卿,十分亲密地咬了一口,平时也是停不下来的撒娇, 两坐在一旁的秦俊杰,只好又好笑,又无奈地宠溺看他,有一次还直接叫秦俊杰帮他擦擦脚,没错,就是擦脚这种只有超级亲密的人才会帮忙的动作额, 在剧足有充足胡辣汤的情况下,两人觉得一起,吃一碗就够了,还主要说多加个勺子就行,然后两个人就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亲亲密密地凑在一起,喝起了一碗胡辣汤,喝到最后秦俊杰都端着碗喝进去了,这还是一碗胡辣汤就够分了,张雪莹还光明正大地让秦俊杰对着镜头,展示他俩刚刚吻过的吻恒痕迹, 被张雪莹扶着嘴巴的秦俊杰甜蜜的笑着,像真男朋友一般好冲的,其实,如果秦俊杰是个单身,张雪莹和秦俊杰的互动,还能算是正常男女互友好感的互聊,可是在明明知道秦俊杰有女朋友,并且不是在拍摄的情况下,张雪莹还明目张胆毫不避讳这样撒娇就有点说不过去,了吧, 看张雪莹私底下对秦俊杰撒娇的几个动作,终于懂大家为啥都去骂她是绿茶了,这样做,这派女朋友谁能接受,张雪莹如果真想保留自己的精纯人设,还是得和人家保持距离,才是啊,内容来源网络,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。 张雪莹